榜首,加特林机枪,相信这是大家见得最多的一款武器,许多电影、游戏里面都有,加特林机枪是一种手动型多管旋转机关枪,加特林机枪以高射速与恐怖的火力著称,第二位,M1911手枪,M191145手枪,是一种在1911年,其生产的45ACP口径半自动手枪,由美国人约翰·波朗宁设计。 M1911,可以说是手枪界的不老神话,美军装备多年,也经常出现在电影里,如永闯夺命岛里的汉墨将军用的就是M1911,第三位,Glock手枪。 Glock手枪已经装备了40多个国家的军队和警察,而从90年代开始世界各地的枪械制造公司在自动手枪,中大量采用工程塑料部件的热潮,也是因为Glock手枪的成功,而掀起的。 CS里的土匪用的手枪就是Glock。 第四位,男人的浪漫,沙漠之鹰。 沙漠之鹰,于1980年由MRI发布,在1986年一年内,IMI特别生产了1000把珍藏版0。 357沙漠之鹰,包括100把金板,400把银板,500把铜板,均标号为0。 357,每把珍藏版的0。 357沙漠之鹰都有一个桃木和包装。 沙漠之鹰其实不太适合作战时用的一把手枪,之所以名气大,是因为它是手枪中威力最大的,大到甚至不适合单手开枪。 第五位,大名鼎鼎的AK系列。AK系列步枪是全球生产数量最多的突击步枪,价格低廉,操作简单,威力强大,适应战场能力强,堪称是恐怖分子的灵魂伴侣。 死在它枪口下的人不计其数,可以说每场战争中必有其身影。 第六位,M16系列。相比AK枪组,M16枪组以稳定性好,精度高而著称,M16枪组系列根据各个兵种的需要也衍生除了很多改进型,M16及其衍生性好M4A1、AR15等军事部队中长配备的枪型。 第七位,August突击步枪。August突击步枪是第一款无托结构步枪,也被称为魔方步枪,是很多国家军队的标配枪。August在设计上不同于AK与M16系列都是弹舱前置,August走的是独特路线,这也是有些国家会把August选作特种空勤团为一配备的无托步枪。 第八位,死亡狙击,M82A1巴雷特。巴雷特M82A1是由美国巴雷特公司,研发生产的重型特殊用途狙击步枪。 截至2017年以装备英国、法国、比利时、意大利、丹麦、芬兰、希腊、意大利、墨西哥、葡萄牙、荷兰、沙特阿拉伯、瑞典、西班牙、土耳其等30多个国家的军队或警察部队。 第九位,英国AWP狙击步枪。AWP步枪作为一支高精度步枪,在供货时均有包装箱,其中有步枪,光学瞄准镜,瞄准镜座,两脚架,五个弹匣,枪背带,清洁工具,附件包括软质弹带,防尘盖,隔叠托,也是瞄准镜,可调贴塞吧。 配套的附件不是必备的,用户可根据需求而定。AWP步枪有两种型号,标准的AW型,较短和加长的SM型,即AWP和AWM,最后一位,SVD狙击步枪。 SVD狙击步枪具有良好的稳定性,而且皮实耐用,由前苏联军队在1963年选中了,由德拉贡诺布设计的狙击步枪代替莫辛纳干,并不是KOR98K狙击步枪,通过进一步改进而成,是世界上很多国家军队的常见装备之一。 。 。